上个星期一联合国宣布 全球人口正式突破70亿 但是我们的地球真的可以养活这么多的人吗 根据世界粮食银行估计 目前已经有将近10亿人处于饥饿当中 预计人口成长最快的国家 大多在非洲和亚洲 尤其是印度 渴望在2030年取代中国 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今天我们就要去印度 看一看一个为了世界人口的成长 贡献了太多的家庭 这一支煮饭部队 有人在切肉 有人在拔毛 有人在烤肉 但他们可不是什么军队的火防兵 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个男人的妻子 孩子或孙子 就是他Ziona 这是他的长子 这是他第26个妻子的女儿 Ziona有39个妻子 86个儿女和35个孙子 她很有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家庭 她全部的160个家人都住在这里 印度东北部弥佐拉姆邦的一个小村庄 一个有22间卧室的四层楼大房子 这个帮本身只有一百万居民 是全印度人口最少的帮 但是如果今年已经69岁的Ziona 继续娶妻生子 她很可能会改变这一点 她说她相信 上帝选择她走这条路 出生在这个家庭的孩子都不想离开 他们都遵循传统 所以他们的家庭就不断地成长再成长 这是Ziona家族的中央厨房 包括室外屠宰场 还有烤肉区 这家人每个星期要吃三次肉 每次吃肉 他们都要杀30只鸡 还要烤一只大胖猪 当然还要一些煮食 每一餐都要煮25公斤的大米 和40公斤的马铃薯 每顿饭 妻子和女儿们有条不问的工作 不慌不忙 有人烧饭 有人摆桌椅 有人洗碗筷 Ziona是最有权威的大家长 她第一次结婚时才17岁 她的原配妻子说她爱她 所以嫁给她 她的第五个妻子说 她对妻子和孩子都充满了爱 她最年长的妻子70岁 最年轻的31岁 Ziona的父亲在Bakchang村 创立了这个基督教教派 以上帝之名推行一幅多旗旨 Ziona说 她从没想过要结婚 但是这是上帝为她选择的道路 她个人并不想一遍又一遍地结婚 Ziona现在主持这个 主张自立更生的教派 有400个家庭追随她 他们饲养自己的牲畜 种植自己的作物 而孩子们上附近的学校 每个人似乎都和睦相处 估计在2030年 印度将超过中国 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是在印度大城市 日渐紧张的拥挤程度 和不堪负荷的基础设施 似乎不影响Ziona和她的家人 Ziona的孙子说 他们习惯生活在一个非常大的家庭里 当他们单独外出学习的时候 他们都感到非常孤独 这个家庭没有被列入 今世世纪记录 因为Ziona说 她不想到处宣传 但是当消息传开 巴克特朗村可能再也不会 像以前那样一世而独立了 就在全球人口突破70亿的同时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统计 地球人口在过去的12年内 就成长了10亿 考虑到全球的人口 在18世纪初才成长到 第一个10亿 过去12年人口成长的速度 确实惊人 而这也意味着地球资源的紧张加剧 人口压力对于世界各国对抗贫穷 以及环境保护 都将带来极大的挑战 联合国也警告 如果出生率略高于预期 全球人口很可能就会在 2100年以前升至150亿人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执行主任表示 人口突破70亿的确是个警讯 提醒相关的单位要做出行动 特别要注意少女教育和赋予女性控制生育数量的权利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说 全球人口达到70亿不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而是响起了警讯呼吁全球尽快行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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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资争 转发 打赏